来关心南投草屯东方红时尚会馆 至今累积久力确诊 但卫生局公布了疫调 发现了案4916 还有一名确诊的陪侍女子 她们的疫调足迹 疑似都不拢出现这样的矛盾情形 让外界担心是否有隐匿疫情呢 也担心草屯会演变成万华茶艺馆的翻版 因此县府紧急在草屯设立了快筛站 希望居民尽快裁剑 避免群聚感染再扩大 南投草屯快筛站 有许多排队民众等着裁剪 原来是因为近日新增的确诊个案 都和东方红时尚会馆有关 至今已经累计久力 卫生局不敢大意 在快筛站准备500个试剂 让草屯更安全一点 所以我们选择重点的 全部请做这些基金来做筛选 现在正在进行中 疫情不要再扩大 卫生局公布案4916 和陪侍女子案4305的疫调足迹 疑似出现足迹 一度都不容的矛盾情况 外界也担心个案隐匿疫情 草屯将变成万华茶艺馆的翻版 因此县府设立筛检站 希望当地民众可以尽速筛检 别让东方红群聚感染事件再扩大 还是有查到五家 偷偷私下营业的情形 重罚30万 为后续若还有继续犯者 将执行立即执行断水断电 南投县府针对私下营业的八大行业 祭出重罚 一切从严处理 绝不宽待 为防疫把关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道